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力量以全能的供应者 你和我 我们一起要来认识 神如何来帮助我们 来进入 来敬礼 愿神祝福每一位 Amen 神啊 求你兼顾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 因你耶路撒冷的殿 猎王必带贡物献给你 求你赤鹤 芦苇中的野兽和群公牛 并猎帮中的牛犊 把银块踹在脚下 神已经赶散好征战的列邦 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 古时人要急忙举手祷告 世上的列国啊 你们要向神歌唱 愿你们歌颂主 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 祂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 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 祂的威容在以色列之上 祂的能力是在穷仓 神啊 你从圣所显为可畏 以色列的神 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 神是应当称颂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神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 神啊求你兼顾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 也有人翻译说 神啊求你显出能力来 显出什么能力呢 显出那曾经为我们成就大事的能力 亲爱的弟兄姐妹 透过这段诗你会知道 我们亲爱的诗人 他能够完全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力量和权柄是从神来的 透过29节他告诉我们说 因你耶路撒冷的殿 列王必带贡物献给你 透过诗人的眼光 你会看见一件事情 三十节他又说 赐贺那芦苇中的野兽和群公牛 当然你会知道这指的是埃及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从诗人的祷告和诗人的词里面 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他深刻的认识到上帝是能力和权柄的主 他深刻的认识到上帝是全地的大君王 是掌管全地的神 甚至列国列邦 上帝是胜过全世界最强的强权的上帝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能够认识世人所认识的神吗 我们能够看见世人心中的信心吗 我们能够看见他所看见的吗 就好像有许多的人说 不要向上帝来哭诉你的问题有多大 要向你的问题来描述上帝的伟大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能够让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做多少的事情 就是由你的信心来确定的 我喜欢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说到有一个乞丐 他曾经非常的风光 后来他一度就落魄 他落魄在街上的时候 有一天国王为福出寻 他就带着他的侍从 然后就在街上行走侍草的时候 看到了这个人 他就跟他说你为什么在这里呢 这个人乞丐就跟国王说了一段故事 国王说你想做什么 如果你要工作 你要钱财 我都可以给你 但是这个乞丐看看他 好像其貌不扬 乞丐就说其实不用太多 你只要给我三碗卤肉饭 给我一碗热汤 给我好喝的水和饮料就可以了 他不知道他面前的这位 就是能够调度一切的国王 国王问他说你确定吗 我可以告诉你哦 我是国王 我可以给你一切 这个乞丐看看他说 没有关系 我想你就给我这一切吧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国王能够给他什么 国王只能按照他所求的粮给他 国王能不能给他更多 可以 弟兄姐妹 我们想到耶稣曾经在他的家乡 不得行什么义能 圣经这样说 耶稣在他们当中不得行什么义能 我们能够看见神做多少的事在我们的身上 就是我们能够看见神是一位怎样的神 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不太明白 我们在主日崇拜 为什么我们不能迟到 为什么我们要去唱诗歌 为什么我们要赞美 为什么我们要在会前祷告 我们在诗歌敬拜的里面向神来祷告 来扬声 是因为你能够让神在你身上工作的程度 根据你对上帝认识的程度 你认识上帝是一位怎样的神 他就能在你身上做什么样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愿神帮助我们 当诗人认识上帝是全能的神 他就可以相信全地 不论从亚洲非洲欧洲全世界他所知道的全世界 列国列邦都要向这位神来敬拜和操见他 你看听见所罗门的祷告 你就看见全世界现在有多少人在敬拜上帝 我们看见诗人所看见的谁 我们就可以经历诗人所经历的上帝 愿神祝福我们 愿神擦亮我们的眼睛 愿神擦亮我们的耳朵 愿神使我们的心眼得看见 我们一起来敬礼认识这位上帝 并进入神的荣耀之中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上帝 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一起来经历神的荣耀和奇妙 通过这段圣经我也想简单的来说 在28节他说到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 这段经文里面第二次提到能力在34节 他说你们要将能力归给他 再次的提到能力是在第35节 他说到什么呢 他说到以色列的神是将力量和全能赐给他百姓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段圣经以能力做开始 然后将能力归给神 然后他的能力在穷仓 最后他告诉你 神将能力和全能赐给他的百姓 到底这段圣经在说什么呢 我要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说 这段圣经里面 他说赐能力归还能力 得着能力和全能 这是一个交换的过程 如果我能够知道我的生命里面 我没有办法 因为真战的圣败乃在乎神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全能 乃是依靠那位我们亲爱的上帝 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来依靠我们的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段经文就是说到 当你能够明白能力是神所赐的 你就会单单的来仰望他 但是第34节说到 你们要将能力归给他 我们怎么将能力归给他呢 我们得着能力 我们怎么将能力归给他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将能力归给他 就是降服他的话 因为降服神 就是降服他的话 当你愿意降服他的话 就是让他的能力 可以在你身上彰显 当我们能够如同保罗 如同神的仆人 向神来承认我们的软弱 和我们的不能的时候 神的工作就在我们身上就彰显了 这时候 我们领受能力 但是这时候 我们也将能力归还给他 因为他就是那位赐能力的源头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可以这样做 当我们完全降服他的话 当我们完全顺服他的时候 很奇妙的事就发生了 因为在第35节 他不只是讲到 以色列的神 是将能力赐给他百姓的 还多了两个重要的字 他说到以色列的神 是那将力量和权能赐给他百姓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发觉 这就像是我们跟爸爸妈妈 如果我的爸爸妈妈在做生意 我孝顺我的爸爸 我孝顺我的妈妈 我愿意降服他 其实我的钱是从他而来的 但是我愿意用我的生命 降服顺服 孝顺我的父亲 孝顺我的母亲 接下来他给我的还是钱吗 不不不 他给我的是整个公司的权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个地上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彰显出 神的权柄和大能的作为 是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 没有一个服权柄的记号 是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 没有一个顺服神的记号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得着能力 我们知道能力 接下来我们将能力归还给他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 我们降服他的话 接下来他就把权柄赐给你 你要去一个新的公司 你在一个部队里面 你在你的学校 你想传福音给所有的人 不管你在任何地方 你在职场 你要彰显出神的大能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是根据你的社经地位 不是根据你的收入 乃是根据你身上 有多少上帝 在你身上工作的痕迹 外邦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 当你身上有服权柄的记号 亲爱的弟兄姐妹 周遭都要跟你一起服权柄 我愿神祝福我们 我愿神恩待我们 这是一个交换的过程 你的不能向神承认 并且顺服 神的大能就临到你的身上 并且加上他的权能 以至于你能够在神的面前 成为他在地上的代表 教会 你愿意完全地顺服神吗 弟兄 你愿意完全地顺服神吗 我们做弟兄的在家 没有能力 我们做弟兄的在家 不能管教儿女 是因为我自己做爸爸 我身上没有顺服神的记号 没有归还他的能力 如果我愿意 我要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告诉你 家会向你对齐 一起顺服神 社区会向你对齐 一起顺服神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当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这样自己再次交托给你的时候 你工作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不致死去盼望 让我们在你面前 愿意在你的手中 交托我们的主权 降服神的话 归还这能力 以至于我们领受能力和权柄 与神来同行 在全地之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